我们经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在大理云彩的变化人们就早已习以为常了 大理的云彩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之为 继风花雪月之后的大理第五景 因为是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样子 此前的凤凰云曾经刷爆了微信的朋友圈 最近大理的乌云也开始任性起来了 在天空摆出了飞碟的造型 来看一下这样的云彩是怎么样形成的 专家说了 这就是气象学所说的夹状高积云 是云体受下沉气流的作用 云体被削减 是云块边缘下沉变尖 看上去就呈现出豆夹状还有梭子状 傍晚时分西洋西下 夹状高积云正对着大理三塔 魔幻感十足 又多了一个去大理的理由 对不对 不过有没有飞碟云 这就看得缘分了